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沒有想過貨櫃豬蘭 即是雞場 都變成住人的地方 我想這個現象 可能全世界都沒有變成這樣 除了香港 雞寮 豬蘭 龍作屋 震撼傅家小姐 現在這個位置就是養雞 裡面已經很多人住 這裡就是豬蘭 豬蘭的改建 第一次來的時候 全部都是通風的 其實豬還住得好的人 因為豬也還有窗 有合理的居住環境 是人類的基本權利 但是這裡連住豬蘭都要被迫遷 出身銀行世家的Jennifer 今次就體驗窮富翁大作戰 第一次見到唐衣底下的香港 這裡是豬蘭灣 可能是我們探訪裡面其中的地方 我現在在這裡看著 我自己的豬蘭灣兩間店 剛剛在對面街 我從來從那邊看過來 都沒有在意 這裡是住哪些人 Jennifer 的家族也有投資物業 只收租都數二億計 但是獨建築的他 現在才知道 獅子山下的香港人 比上一代更加沒有希望 小時候看香港的洗字區 我們經常想著 香港已經進化到 沒有那種房屋問題 但現在劍花好像 原來還是還在 這裡 那這裡這一層單位 住了多少 這裡有四個 有四個 就有三個 三個已經進了 那 那 是大學生來的 假設一個月存五千元 一年就可能存到六萬 那十年就存十萬 那六十萬買不到什麼 應該 人都要面對生活的 劏房已經是很頂級和很高級的 選擇 如果讀到MASTER 都計不到的數 或者看不到的將來 其實都是 幾無奈 我會感覺到 免得過 我們都不想 拿種活 政府已經照顧到我 那我就不需要努力 那個小朋友以後都沒有志氣 對嗎 你對小朋友有什麼疾病 我希望他們之後會發病 以為靠重建去改善環境嗎 但是政府不斷棄豪宅 幾層市民只能被迫入窮行 你覺得整個發展計劃 真的重建完之後 其實又真的會令到大家都有更好的空間 市中心幾十層高 如果環境不好 它怎可能賣當勢 用面積二萬元一呎 不過不是我們基層 那些女兒經過窮作戰 即刻在節目中 召齊朋友 和基層家庭齊齊改造舊家師 然後將作品拿去拍賣 成立兒童基金 每年都在養一班清藤的小朋友 她還想開捨棋咖啡室 和集合一班建築師 一起探討香港的住屋南圖 而不是在舊區起所謂的豪宅 例如剛才你說的紐約 或者柏林 倫敦 很多地方你看到 天橋底也好 貨櫃箱也好 或者是一些 以前是me packing 那些湯牛湯羊的場所也好 他們都想到一些方法是活化 而令到那個區 慢慢凝聚到更多的特色出來 令到原有的居民是接納 而且他們是看到這件事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提升 而不是對於他們來說是要踢他們走的 這是我一個夢想 真是要為香港我們的場地訪問 要敢夢想才有機會變成事實